3 2 1 1 3 2 1 歡迎回來焦不焦 這週呢我們操作等離子切割機 五分鐘我們講完下課 首先是工作服、工作靴、隔熱絕緣手套和接面罩 一張平整的工作鐵桌 附近不要有可燃物 不然切割火花噴出去可燒起來 燈記得開亮一點 因為戴上面罩的時候視線不好 主機接上220伏的電源 接上通壓機 正極從主機接出是一個大夾子 負極呢有三條是捆在一起的電線 分別是氣管從主機連著噴嘴 開關線接到主機上面 前導電弧線接到主機上面 前導電弧線的作用呢 就是讓噴嘴不用碰到弓箭就可以引發電弧 220伏的電源電閘打開 打開空壓機 主機 主機後面的電壓表調整到4到6之間 如果你沒有打開或是氣壓太小 機器會開啟安全保護亮紅燈不讓你用 把正極的大夾子夾在弓箭上 或是工作鐵桌上面 開啟主機電源 電流直接轉到最大的60安培 電流越大切的就越厚 噴嘴的尖端呢距離弓箭2到3mm 開始噴 如果噴嘴你底的弓箭切割也沒有什麼大礙 噴嘴外面呢這個叫做嘴網 或叫保護罩 隔熱罩 有陶瓷的比較耐高溫 但是會破 跟塑缸的比較不耐高溫 但是不會破 兩種 外露的金屬部分呢 這個銀色部分就叫噴嘴 裡面呢有電極 通常產品盒子裡面呢 都還在附上一些電極 噴嘴保護罩 容了磨損了就可以更換 還有兩種工具分別是直線滾輪 跟跨大圓用的圓規 我建議呢你直接安裝直線滾輪來練習 然後把噴嘴調整到距離桌面 2mm的高度來練習 這台機器呢可以切到30mm厚度的鐵件 不過呢我根本不在乎這個 因為我根本不會切這麼厚的鐵件 一般常見的厚度都在10mm以下 切的速度呢會根據材料的厚度不同而不同 越厚的材料切的就會越久 我今天就切一個3mm的不鏽鋼給你們看一下 切割的時候呢盡量讓噴嘴垂直弓箭 這樣噴最薄 這樣可以切出最漂亮的痕跡 如果不想火花噴到自己的話 就將噴嘴往前傾斜剪並拆 然後最重要的是勻住切割 讓直線上的每一個位置 受熱的時間都差不多 這樣切出來才會漂亮 如果你燉了幾下 那弓箭融掉的就會比較多 好 等離子切割機切出來的弓箭 通常需要二次加工 例如再用絞磨機修切弓叉 打磨掉蠟莉亞等等 熱切割的技術呢 除了等離子切割 還有火焰切割跟雷射切割 如果你拿等離子切割 跟火焰切割做比較的話 等離子切割機的速度 是火焰切割的7到8倍 如果跟雷射切割做比較的話 等離子切割機的價格比較便宜 如果你還有不懂的話 還是我沒有講到的東西 請在下面留言 就這樣 我們講完下課